好 走了 大哥 爸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吗 爸 朱莉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 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 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 去搞什么投资入股 爸现在想得不敢在家里住 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什么 这 你不知道这事啊 我不知道啊 有些话呢 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 我现在也懒得说 行了 我走了 大哥 你别走 你放心 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 跟我可能动爸的一分钱呢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 我懒也拦不住 我去跟爸解释 别别别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 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 他反正会不开心呢 明成 走了 好 来了 来了 我走了 你现在不行 如果你还没有 你还没把申请 被 Mort지만 闭口 不要誣导 确� passat 哎呀 你呢 怎么呢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 告诉你的 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 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我没找爸借钱 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 你还不承认是吧 他又跑了 我 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名人打电话 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 挪出来三十万去搞投资 有没有这事儿 有 我早上起来在唐策周经理那儿 又让他给听见了 他听风就是雨 特别有意思 谁管他借钱 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也知道 我怎会做了 他有什么事儿 你这事儿 你们还在提出 那儿我们应该说 他觉得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